第三百二十一集 杨百慧没想到,他还没靠近呢,就被人给拦住了 哎呀,你们干嘛呀,快让开,我是来给我大侄女过生辰的 杨百慧伸手,去扒拉拦着他的黑狼 你没看到,我都带礼物了吗 说着,冲着杨如新招手 星儿,我可是带了鸡蛋来的 黑狼却直接将手里的刀一翻,将刀刃朝着外面 杨百慧急忙收回了手 哎呀,你看看你,你怎么这么粗鲁呀 忽然,扯着嗓子喊 星儿啊,我是你大姑啊 杨如新却连眼皮都没动一下 哼,我说杨百慧,你怎么又来了 赵兴花笑了起来,哎呀,这是没占着便宜不死心,还是怎么着啊 是啊,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 坐在赵兴花对面的嘎婆子,也跟着点头 没办法呀,星儿现在有能耐,人家眼馋也正常 黄和花夹了一块鱼,放进嘴里 她就是觉得,同样的草鱼,星儿夹得就鲜美得不像画 可是,她不知道的是,杨如新的草鱼都是在空间里养的 此时,杨百慧的脸色十分难看,却还是忍着没有发火 她今天来是为了示好的,因为得了贵人指点 只要她跟那个死丫头触好了关系,那么就可以得到一大笔的钱 现在,已经拿到十两银子了,要不然,她才不来呢 杜鹃很快走了过去 滚 杨百慧刚想说什么,整个人飞了起来 乘炮物线的形式飞了出去 发鸡砸在了地上,画着篮子里的鸡蛋碎了一地 刚买的新衣裳,也糊了个乱七八糟 这还不算,杜鹃走到她跟前 手里多了一根木棍,在地上直接画了一条线 然后看了眼黑狼 大小姐说了,过了线就走 放心吧,保准不会手下留情 黑狼笑了 刚爬起来的杨百慧,刚抬起的腿,急忙放了下来 看了眼远处的大门,再看一眼黏乎乎的篮子 还有黏乎乎的衣裳 只好一跺脚,走了 村口 杨培里腰上别着烟带锅,背着手,看着远处的小红楼 虽然隔着有段距离 可时不时的笑声,仍然会隐隐地传过来 因为是流水席,所以有趣的早的吃好了就返回来了 看到杨培里的时候,脸上的表情都很怪异 不过还是笑着打了招呼,离开之后却会各种的议论 哎呀,当初那什么和尚算的杨百合的富贵命,恐怕不准呢 是啊,不一定不准 说不定人家和尚算的是星儿 杨培市那个老前婆直接安在杨百慧头上了 哎呀,你这么说有可能啊,这么多年全在压榨大房 星儿说要在县城开火锅店,要找伙计,我想让我小儿子去 你家就俩儿子,小的去了,地里的活儿能忙过来呀 哎呀,去了就一个月一两银子,还管吃管住的 听说还一年四级的衣裳都管 说句大话,就算不中低都划算 更何况,我可是听说了 星儿要建学堂 到时候,在他家干活的孩子上学,可有优惠的 真的?哎呀,你这么一说 我也得回去问问我媳妇 问问他家兄弟有没有去的 早点报名,到时候招满了,这不划算了 听着各种各样的议论声 杨培里的一张老脸变得十分难看 急匆匆地回了家 冯彩娥现在没事就带着孩子回娘家 杨柏川也跟了去 原本热热闹闹的家里 如今十分的安静 只能听见屋里,杨安氏的叫骂声 杨柏里听了几十年的叫骂声 第一次让他觉得十分的烦躁和厌恶 荒当一声,将房门给大力推开了 窝子里,杨安氏在拍打着抗袭 用不怎么清晰的语调骂着杨如新和徐慧等人 杨柏和则在旁边附和着 咣当开门声,让屋里的谩骂戛然而止 杨安氏是彻底贯穿了祸害一千年的宗旨 更是充分体现了顽强的生命力 虽然两次中风 却依然每次都能恢复个七七八八 比如现在,说话虽然有点嘴歪 起码能让人听清说的是什么 走路有些打摆子 却能自己去茅房,还不踩进茅坑里 杨如新的说法就是 这要是在后世 这杨安氏绝对是医学界里的奇迹了 杨培里看着炕上的母女俩 胸中那股无名火越烧越旺 看向杨安氏的眼神变得凶狠了起来 杨安氏被杨培里看得有些心虚 你回自己房去 杨培里看了眼天天在家里好吃懒做的杨百合 语气十分的严厉 杨百合原本想说点什么 可是看着自己爹那凶狠的目光 还是乖乖地跑去自己的房间 不过却躲在门口偷听 当初那和尚是怎么回事 杨培里也没上炕 就站在炕前看着杨安氏 人吗和尚 人吗 怎么回事 杨安氏一愣 脑子没反应过来 当初 给百合算命的和尚 当初 杨安氏的心瞬间咯噔了一下 说话也变得结巴了起来 哼 你最好 想好了再说 杨培里冷笑了一声 要是有半句假话 我立马送你一份修书 到时候你死活我都不会管 杨安氏张了一下嘴 心里有些发虚 却又不想被对方拿捏 忽然拍了一下抗袭 顿时震起了一片的尘土飞扬 杨威里 你什么意思 我跟了你半辈子 跟你生个女 你现在跑来质问我 老天爷呀 我不活了 那声音有些含糊 不像以前没中风之前那么清晰 却能让人听得清楚 底气十足 有点震耳欲聋 你确定 要继续嚎吗 杨培里没像往常那样 媳妇一闹腾就怂了 反而一脸阴沉的看着对方 声调虽然不高 却冷静地吓人 没关系 我甚至都可以 让全村的人都找过来 看看你好 爹 杨安氏的声音顿时卡住了 后面的话怎么也说不出来 我现在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要么你说实话 要么滚 杨培里的脸上 猙獰了一下 我 杨安是此时才意识到 今天的杨培里跟以前不同了 不由得咽了口唾沫 我 我说 杨培里这才呼出一口气 转身在炕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将烟袋抽出来 点了一锅烟 说吧 其实 杨培里之所以要询问媳妇 是因为她听了太多外面的议论 一开始还能不当回事 但是听得多了 看得多了 怎么可能不产生怀疑呢 当然 更主要的原因是 自家的日子 活得越来越差 以前被人羡慕的人家 现在却成了人家笑话的目标了 反而分家出去的大房 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俨然成了全村的领袖了 她每天出去转悠 听得最多的就是 村里人明里暗里地笑话她 明明是亲孙女 明明可以住大房子 天天吃肉喝酒 可是 却将这么好的孙女 可以推出去了 抱着一个吃麻麻不够的杨百合当宝贝 杨培里并不傻 以前 不过就是矛盾都没显现出来 家里的活有人干 她说一不二 所以她也懒得去管 后来大房的人反抗了 接着四房出事了 就连最小最老实的小儿子 都宁愿变成奴纪 也不愿意留在家里了 就算现在留在家里的二房 说根本 也不当这里是家 那冯彩娥天天都在娘家住 以前都羡慕她的村民 现在看她的眼神 都跟看傻子似的 杨氏的族人都跟她远离了 而那个说是可以 让杨家有颇天富贵的小女儿 却依旧好吃懒做 别说是嫁到富贵人家 就是能不能嫁出去都成问题了 所以她觉得需要寻找原因 否则杨家别说富贵了 很快可能就要败落了 杨氏咽了口唾沫 那个当初就是百合刚一岁的时候 那天你们都下地了 我 我就和徐慧那个见 顿了一下 啊 徐慧在家 有一个和尚过来化缘 你知道的 那时候那么多嘴等着吃饭 粮食多紧张啊 我就没同意 这个贱啊 徐慧拿了一块饼子 给了那个邋遢的和尚 杨佩里的眉头皱了起来 当初 你不是说那和尚 主动给百合算的吗 我 杨氏不敢回话了 你继续说 老和尚接过饼子之后 看我埋怨媳妇 就没有走 反而说为了报答赠兵之恩 可以透露一点天机 杨佩里冷笑了两声 埋怨 恐怕是哪去难听 骂哪去吧 不过 现在也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 发的了一口烟 什么天机 他说 我们杨佩将出一名贵人 那是质贵的命格 这个人可以给杨佩再来泼天的富贵 那他说是百合了吗 杨氏摇摇头 那当然没有 那是他说了 他说是咱们家的贵人是个女孩子 还是在卯食出生的 那斩摇摇不是卯食出生的吗 你说这个贵人 不是他还能是谁 杨佩里抽了一口烟 却咳嗽了起来 好久才平复下来 站起了身 可是你忘了 达尼尔也是卯食出生的 不过是某处而已 古人迷信 对那些和尚道士的算命什么的 都十分相信 杨佩里听了这话 根本就没怀疑那和尚是胡说的 反而会考虑别的地方出了差错 杨氏张着嘴还想说什么 却忽然瞪大了眼睛 看着杨佩里 半天说不出话来 他那时候对徐慧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此时被杨佩里一提醒 他才记起来 就在那个和尚走了的当天晚上 徐慧就发动了 因为是投胎 所以时间比较久 一直到天亮了 才生下了大妮 不过当时他根本就没管 在炕上睡觉来着 对于这个事实 杨安氏是排斥的 怎么可能 杨安氏急的 默然坐了起来 可是身体不利索 没坐稳 又躺了回去 却努力的翘着头 怎么可能 是那个白眼了 他又是个贱人 够了 杨佩里大叫了一声 难道老大不是你生的 难道大妮身上流的 不是杨大的血吗 他是贱人 那你我是什么 杨安氏张了张嘴 终究没再说什么 糊涂 糊涂啊 杨佩里长长的 呼了一口气 看了一眼杨安氏 你 你可真是 糊涂啊 然后起身背着手 往外走去 嘴里还一直在念叨着 也不知道到底 是说谁糊涂 礼物的杨百合 却揪了心 他竟然不是富贵命 这么些年 他已经犯来张口 依来身手习惯了 全家人都围着他转悠 但是现在 忽然告诉他 这些年 他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假的 可是凭什么 凭什么都是 卯食出生的女人 他就受情受苦 他绝对不要这样 他一定要嫁进大家族 他一定要成为 大家族的少奶奶 他一定有 破天的富贵 百合姑娘 虽然下定了决心 可是要怎么去认识 有钱的人呢 之前的那个齐公子 倒是个富贵人 可惜 他看不上自己 不行 他得离开这个家 离开这个家之后 才有机会 遇到富贵人 他才能成为 富贵人 杨百合真的被这个真相 给刺激到了 他打定了主意 随即开始收拾行李 将自己的好衣裳 都塞进了包袱里 然后就是首饰 和自己攒下的零花钱 竟然有五两银子那么多 再然后就是吃的 屋里的点心和糖 他都得带着 要不然会饿肚子的 收拾好一切之后 杨百合就开始等待 时机离开 他不能贸然就走 否则估计没走多远 就会被找回去 所以他需要提前安排一下 先顾好车 到时候出了门 就能直奔京城了 杨如新自然不知道 老宅发生的事 高高兴兴地过了 他的奇迹里 虽然有齐景云和宋三 两个不省心的人物 但是好在两个人都知道 今天是他的大日子 也就没闹事 和平相处地 吃了一顿饭之后 都十分有眼力劲地告辞了 流水席一直摆到了日落西山 好在家里现在人手多 收拾起来也快 杨如新捧着礼丹在看 乡亲们送的 基本都是鸡蛋 布匹 鞋垫 帕子之类的 宋三和齐景云的东西 都很贵重 但是杨如新收的心安理得 不说他对宋三的救命之恩 就是对那齐景云 当初要不是杨如新 哪里能兵不雪刃地 解决了 街虎口的水匪强盗 这次去边城的时候 他可是问过齐景云 就因为街虎口的事 皇上不仅龙颜大悦 还让齐景云掌管了东大营 京城位于大宣朝的中心 略偏西北的位置 跟后世的北京的位置差不多 东南西北有四个城门 朝廷就设立了四个大营 捍卫京城的安全 东西南北四个大营 分别驻扎在四个城门之外 每个大营都有一万兵力 虽然人数不多 但是地位斐然 掌控京畿大营 就等于拿到了京城的入门钥匙 四个大营的首领 可都是皇上心腹中的心腹 就比如西大营的摧尾 从小跟皇上一起长大 除了皇上的话 谁的也不听 还有北大营的高有才 高家一门中勇 家训就是 谁是皇上听谁的 大宣朝从太祖那时候留下的规矩 太子必须要掌控一个大营的军权 所以太子右军 势力属南大营 原来太子掌管南大营 谁也无权智慧 为的就是显示太子的地位超然 而齐景云虽然很早跟随 本朝的开国老将军赵阳上了战场 立下了不少战功 甚至还得了战神的称号 但手里是没有军权的 每次打完仗回来 都要上交兵权 所以他只拥有自己五百人的王府护卫 可是现在因为剿匪有功的由头 皇上将东大营的兵权给了他 这就预示着他跟太子除了名分不一样 势力已经旗鼓相当了 可是皇上偏偏赐了一把上方宝剑 给了顾清衡 顾清衡可是已经摆明了立场 是追随太子的 这就显得十分的玄妙了 本集播送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蜡席山里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Yazid